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直没有时间休息 所以今天天气还不错 就出来玩弹弓吧 今天我来到的一块地方非常独特 是在城市的郊区 我们可以看见有几栋老旧的房子 这些房子都是准备拆迁的房子 已经没有人了 并且东西已经搬空了 不久以后破拆设备过来以后 这些房子都将移位平地 这些房子我已经事先进去探索过了 里面能捡走的东西基本上被人捡光了 包括那些普通烂铁电线什么的 都被收费品的老头拉光了 所以这几栋房子是我们今天玩弹弓的好地方 因为我们能够进去见什么打什么 所以今天要做的就是进入这几栋房子里面 见什么打什么 房子已经搬空很久了 大概有一年没有人住了 里面有什么东西说不准 在之前我进去过 听别人说里面还会闹鬼 所以说今天进入这些带拆迁的房子 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们来看看 我们要先进入这栋房子 先进入这栋房子 可以看见还有些玻璃是完好的 扔一块石头吧 再来一下 再来一下 看起来这个行为 有点破坏性 并且很没素质 但是我认为这是绝对安全的 因为房子里面已经完全没了人 并且我已经事先进去探索过了 包括掉下来的玻璃碎片都不具有伤害性 因为残土机拆房的设备过来以后 这些房子也是一位平地的 满地碎片 这里面的东西已经被搬空了 不会再有人了 所以这么做看起来没素质 实际上是绝对安全的 一会我们就要进去探索一下 好了 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建筑物了 这栋废弃的建筑物 但是首先我听见了一个水声 这个水声貌似是自来水没关 这栋房子已经拆建了这么久 还有水声 我得去看看 哇 这是骂玩意 为什么拆建了这么久 还有水源 没有断水 实在是太浪费水了 我们把他的发门关掉 哎呀 我拧不动啊 拧不动 开始没用了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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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现象很奇特 水表破了 算了 对于这个浪费水的现象 我们无能为力 进去吧 先来第一层看看 这有一个铁门 我能把它打开吗 这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有没有之前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 如果今天能找到几件之前的东西 那就没有白来 哇这里面看起来挺阴森的 我都不敢进去 看起来很阴森 有人吗 有人吗 把门踹开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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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 有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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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恐怖这里面 不管是龙潭还是虎穴 我都要大肆的破坏一番再走 滚 这第一层楼就这么诡异 后面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现在去第二层 去第二层 沿着楼梯往上走 不过这旁边还有一间 我们先来看看吧 这个房间好多了 因为南北通透 至少阳光进来 刚才那个房间太阴森了 太可怕了 实在是太可怕了 这里面又是什么东西 算了我不去那里 这个是刚才那个房间的后面 这里铺了一个大洞 现在我们上二层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哇 看起来 不知道一种什么感觉 我会想起来 我会想起来 你可能是什么 你不去呢 我会想起来 你不会乱 我会想起来 你不能随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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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要来玩一把弹弓 因为我发现了这里有几个酒瓶子 把它摆起来 上弹弓伺候 这是我打击的成果 弹弓的威力不大 所以每一个瓶子都打了好几次 才水连 下次我应该用 大匹精配大缸珠来打击这些瓶子 我们二层探索的差不多了 现在进入三层吧 二层还算可以 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 我们现在进入三层 这是第三层了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东西 这上面的破桶烂铁被人拆光了 变成一个空盒子 什么都没了 第三层看起来全是破布 会有什么东西呢 我的含毛又竖起来了 又竖起来了 先来看这边吧 这边亮一点 哇 怎么这么多破鞋破布的 破鞋破布 好 这一层没什么东西打 我们就把这几三玻璃给打破 来吧 操 每个玻璃上都有三个孔洞 但是没有塌下来 现在我再补一枪 补一发 为什么怎么打 它都不塌 只有孔洞呢 好吧 还是来打上面三个吧 现在我要速射三发 以最快的速度 连续发射三颗钢珠 给我计时 开始 我的速度 还算可以吧 还算可以吧 继续速射 没了 直动解决 没了 这是石棉瓦 听说它很脆 几年前在网上看了一部视频 叫做翻墙去上网 那孩子一刻不停的从石棉网上塌下去 就是这东西吧 现在我要扎碎它 哇 根本就不是说的那样 没这么容易碎 我们还是继续探索吧 不知道你们看见没有 在远处的窗台上摆了三个灯泡 大概有 大概最少有六米的距离 现在我要 在六米的距离 把这三个灯泡打破 好 看我在几发之内打破 我堵 你们想来打堵吧 我们来打我堵吧 我大概用 六发把这三个灯泡打破 不超过 不超过 十秒钟 我打这个堵 输了怎么办呢 输了怎么办呢 想想作为惩罚 能有什么惩罚呢 这里没什么惩罚 难道 难道 难道从二楼跳下去 那不行 我想想 我想想 有什么做堵住 我要是 没有在 没有在二十秒内 用 六发缸珠把那三个灯泡打破 我就 用拳头 用拳头 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 击碎一扇玻璃 这可是真玻璃 我打这个堵 好 现在我们开始 现在我要开始了 这是真实距离 真实距离 我们把镜头拉近 要不然你们看不清楚 好 你们看清楚了 这三个灯泡 我说开始就开始 二十秒哈 二十秒之内 开始 第一发就没打中了 开玩笑吧 重来重来重来 上来两发就没中 这肯定完不成 所以我现在重来还来得及 那我们现在开始哈 我说开始就开始 我说开始就开始 开始以后 你们就帮我计时 开始 开始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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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要重新来 因为我第一发如果没中的话 后面发挥会很不好 我一定要在 第一发就打中的情况下 开始 再次重新来过哈 好 我说开始就开始 开始 好 第一发中了 我靠我靠 两发了哈 两发了 哎呦三发了 只剩下三发了 不会吧 有电话 我们先不管它 哎呀不行不行 还有两发 哎 只剩一发打不了 两个玻璃 两个灯泡 但是这是电话干扰的 电话干扰的 要是没有电话的话 我是绝对可以打破的 我得先接电话 谁在这个时候打的电话 太可恶了 得让他来打破玻璃 不是我 哎简直是坠了 简直是坠了 这家伙在我 打赌的时候打了电话来 让我 没有完成任务 但是这是在受干扰的情况下 所以不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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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我重新再找个灯泡摆上去 我们重新来打这个堵 好了 前面又有了三个灯泡 又有了三个灯泡 我们继续来打那个堵 就是在 20秒内 6颗子弹 击破这三个灯泡 这次我希望在完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完成任务 好 这是拉近后的距离 实际距离是这么远 大概6米 你们是想看远距离还是想看近距离的 我就给你们拉近吧 拉近拉近 还是一样 我说的开始就开始 我说的开始就开始 现在我要开始了 等我真正的正式说的开始 我们就开始打这个堵 记住 20秒 6颗子弹 3个灯泡 现在 现在如果第一发没打中 我也不重新来了 我保证不重新来 继续下去 不管第一颗打不打中 我都要继续下去 只有一次机会 绝不赖批 我说开始就开始 那么现在 开始 直 我操 受不了 第一颗打中 打中了 现在打第二颗 已经两颗子弹了 大概过了两秒钟吧 我操 不要这样 完了 完了 还剩两颗子弹 必须每颗击中了 已经过了8秒钟 哎呦 我背上痒 我背上好痒 背上好痒 我要抓一下 哎呦 我刚才背上突然好痒 像什么东西在咬一样 现在抓了一下好多了 那么我们继续 刚才时间暂停了 暂停了我要抓痒的时间暂停了 现在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 赌局 刚才我记得是 还剩两颗钢猪是吧 现在我要把它们 各个击破 还剩两颗钢猪 两颗钢猪 必须每一发都击中 每一发都击中 大概还有10秒钟的时间 好 现在开始 好好 还剩一颗 击中了我就赢了 怎么说呢 这个灯泡 好 我感觉 角度有点问题 正好被这个 被这个门给挡住了 这个墙角 我刚才好像 角度有点偏 被这个门正好挡住了 影响了我设计 为了 为了不让钢猪碰到这个门 所以我尽量往 往左偏了一下 没想到 偏了太多 就没打中这个钢猪 所以 总而言之是受这个门柱影响的 受这个门柱影响 哎 我们还是继续探索吧 这栋楼我们基本上探索完了 现在我们要换一栋楼了 现在我们下楼 我找到很多麻将 把这些麻将摆成一排 当成靶子 我要用弹弓把他们打倒 哎呀 现在我不想主播了 我靠 又有 又有电话 我操 又是一通电话 哎 今天下午不知道怎么到处都有电话 好 我们继续 如果现在还打赌的话 我不知道数还是赢 还是不打了 因为赌博不是一件好事 会教坏人的 所以 我现在要打破这几个麻将 12345678910 我要给他们一一击破 在五米的距离吧 五米 就是这 好 好了 现在我要开始了 弹弓速射 速射 开始 哇 弹到我腿上来了 操 为什么一失误就连续失误 这一次可以打中 把镜头拉近一点 这三颗 我把摄像机摆近一点 我在远处打 希望不要被弹回来钢猪打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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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的过程中 很容易被弹坏的钢珠击中 我已经被击中了好几次 还好都是击中身上 没有击中我的脸和头 我们已经上了另一个楼道 我想问一下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猪砂吗 这帽子是猪砂 猪砂是倒是用的东西 一般用来驱轨降磨 然后我在这里又发现了 这种香香的碎片 我不知道这里为什么有这些东西 看起来情况不妙 我们先来这边看一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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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吗 我靠这家装潢还行呢 还不错呀 居然有坐便吃 这是老房子哦 我靠这什么意思 这是谁雕刻的 谁有时间去雕刻这东西 我觉得这个图案很诡异 很诡异 很诡异 很诡异的图案 看起来特别诡异 什么都没有 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了 你怎么会让我破坏一箱啊 什么都没有 你怎么会让我破坏一箱啊 有点阴湿的就发现了 有点阴湿的就发现了 有人吗 有人吗 会不会突然发现一具尸体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这个作品是很漂亮 这种颜色 巴子 这个猪砂 我想明白的是怎么回事 一定是把它放到楼梯上 不让上面的鬼怪下来 因为猪砂有 猪砂能够让鬼怪害怕 他把这个楼梯上放满了猪砂 鬼怪就下不来 然而现在我们要上去 我们看看上面到底有什么 这么多的鞋 哎呦 这个地方看起来不太妙啊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无所畏惧的 无所畏惧的 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无所畏惧的 无所畏惧的 我们是无所畏惧的 要敢于一切的敌对势力做斗争 不管是人还是鬼 这家伙是谁 我对明星不太熟 我认识的明星很少 这应该是某位明星吧 我叫不出名字 我是新芒 我发现了灯管一会又有的大了 哪里传出来的声音 还有人跟我一样在这栋楼里面 共产主义接班人是无所畏惧的 虽然就是吹牛逼 但是我们还是要 列宁曾经说过 不要让害怕征服自己 好 现在我也不想害怕征服自己 因为我觉得这一层最恐怖 就是刚来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要继续来到刚才探索的地方 就是 这对 这对 孩子的家 我不知道他们是成年人还是小孩 看面庞应该是成年人 可是看身材是小孩子 但为什么要穿婚纱呢 我们现在要进去了 这个地方被我堵上了 黑不溜秋的 完全看不到什么 但是我发现这里全是光碟 吸油剂 就会有什么 那还在里面 这个地方被我拥有 我们来说 我们来说 就是 人们 这个地方被我拥有 是 又是一张不正常的照片 这张不正常的照片 把这张不正常的照片 受不了了 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我们今天探索了这栋楼 这栋被称为鬼屋的楼 另外还有好几栋的 这边基本上全是要面临拆迁的楼房 有机会的话我们进去看看 好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你不要拍照 嗯 我来抓过来还能拍照 收费不小 这个几块几 我来看你 的 o 谢谢大家